哈囉大家好我是Venny 那今天的影片呢是大家敲碗敲到碗都已經破掉了淘寶影片 那為什麼這次的淘寶這麼特別呢 就是因為這件衣服是我前陣子去歐洲玩的時候通通帶去的 那這件衣服呢是我那時候還在台灣的時候 特別為了這次的旅行選的 那我自己個人是很滿意 然後我覺得也有很多件就是適合不同的場合這樣 所以就想說趕快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這次旅行的重頭戲呢就是希拉 我跟你講希拉真的超級美 所以呢今天有很多衣服都是這種比較白白啊藍藍啊 就是比較適合這種地中海風情的 好那首先第一件我們先從 剛講半天就從一個大紅色的開始 我們先從這一件開始 那給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個比較長的這種洋裝 長度大概是到膝蓋左右 那首先應該看這圖樣你們就知道是我的菜了吧 你們看又有這個樹葉然後又很熱帶風 加上我很喜歡這種削尖的這種洋裝 那它的材質呢是那種比較亮面的滑布的那種感覺 應該看得出來 所以穿起來很舒服就是蠻涼的 然後呢穿上去的時候也就這樣 呦就滑上來了 那這件其實我很喜歡的地方是它的背面 你們看一下 就它的背面呢是你自己去綁帶的 那雖然我很少就是露背 因為我覺得背就是一個男人的背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側身啊 然後或者是有這個蝴蝶結的弧度 我覺得很漂亮 那再來我覺得它的剪裁也還蠻大骨架friendly 就是你看很少會有像台灣的網拍啊 會有兩邊的間距這麼圓的 所以呢就可以稍微就是蓋住富裕的部分 然後呢邊邊呢也不會翹起來 然後呢但是也不會緊到就是卡到腋下那種感覺 那這個背後的綁帶其實不光只是漂亮而已 就是你看它其實這一件的腰度的很高 就是真的就是在胸部正下方 那這時候如果 因為像我這邊是比較寬的 如果這個時候你不再有個東西把它束緊一點 讓它寬寬的話就會很容易像孕婦 這是我多年的慘痛經驗 所以這個綁帶也是很加分的一點 就是你把它拉緊一點整個人會看起來比較羞身 然後最後我最喜歡的其實是它的裙擺部分 就是它是這種荷葉邊的裙擺 我幾乎只要是過膝或是急膝的這種 比較偏長一點的裙子 我都會挑這種荷葉邊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小小的散裝的設計 不只會讓你的小腿那邊感覺稍微收一點 也會讓你上面這邊顧噴比較崩的地方 感覺比較窄一點點 對所以我很喜歡這樣子的設計 那這件唯一要注意一點的地方 就是它側邊的部分 我穿這件的時候是穿那個peach shine的那種無間帶內衣 那它是稍微低了一點 所以會露出一點點出來 那如果你很介意的話可能就要再想想看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還好啦 就是往下拉一點就是了 這件我是買L 那我有點忘記為什麼會買L了 可能是因為我想要它的那個胸圍再寬一點吧 喔然後它的那個肩帶是可以調的 所以這個也不錯 所以這件我個人是覺得非常適合 穿去那種海島啊或是海邊 我覺得很可愛 好那接下來這兩件都是我在我的愛店奧利維買的 那這件是我朋友之前介紹給我 我幾乎只要出國 我就一定會去他們家逛逛 因為他們出貨超級快 然後呢東西都大概都兩三百多而已 可是都有很好看很美式的這種風格 只是說他們家非常糟的一點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實穿 那你大概其實買久了就知道曬什麼挑 因為它其實並不會出現那種跟實物不符的 它只是有時候size會比較奇怪一點 好那第一件就是這一件 這一件那時候在instagram上有非常多的人問 那這種型的衣服呢我覺得我好像算是第一次穿 因為它上面是這種有點像一個bralette的 就是可能很多人會覺得它像蕾絲內衣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顏色加上這種 鏤空雕化的設計我超喜歡的 就是我覺得這樣子真的很美 那它最特別的是它其實是一個連身褲喔 就你們看 我把它拉開來 我一開始其實訂的時候以為它是裙子 那沒想到它是連身褲那更棒 它其實是一個很寬很寬的褲子 所以其實穿起來就有點像褲裙的感覺 那最棒的呢當然還是後面這裡啦 因為它是伸縮的 看到了嗎 這裡是超級彈超伸縮 我自己個人是最喜歡這種背後做伸縮的 因為你前面看不到這個伸縮帶 可是你又可以感受這個伸縮帶的美好 我剛剛是想伸縮帶嗎 好 對反正就是我很喜歡這個設計就對了 那再來它上面這邊是做一個綁帶的設計 所以這件的確是蠻麻煩的 就是你要把背後這個拆掉才可以上廁所 就是常常很多人問我說連身褲什麼上廁所 我其實都會很納悶 就是就要把它整件脫下來啊 不然你覺得下面會有一個洞可以打開嗎 但這件其實最大的致命傷是 它不太能穿一般的內衣 就是你看它前面也非常深 側邊根本就是空的 然後背後又是綁帶 所以基本上是遮不住一般內衣的肩帶 所以這件我當時就是直接貼胸貼就穿出門 因為其實在國外就是大家 他們很多人就是穿著比基尼走在路上 所以我覺得也還好 那就是能接受的人就能接受 其實你要真的穿bra也可以 其實我覺得穿衣服就是自己開心就好 我只是不喜歡就是露出可能一截啊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其實這種可以學那種韓系的 穿個白色的T恤在裡面也可以 反正想怎麼穿就怎麼穿開心就好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前面這個的設計 就是因為它夠寬 所以可以把我這邊整個包住 然後呢但是又可以就是展現一點你知道 小性感的感覺 那如果你害羞的話呢 其實像我當時也有一半的時間都是穿著罩衫的 就是一部分也是防曬 但我覺得它搭配罩衫 真的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的肩帶呢也是這種可調節的調節環 那當然這件呢 因為可能才兩三百塊 然後又要做這種比較細緻的工 所以你看它這邊線頭 就會有點稍稍跑出來 所以在意質感的人的話可能要再注意 好那第二件呢是這一件 我覺得這件花色真的非常的漂亮 就是它一樣又是葉子 就它是有葉子 然後呢你不要有看到嗎 它是有個淡淡的粉紅色的 它是整體是綠跟粉粉的跟白白的這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我比較少看到這種三個的組合 我自己是很喜歡在奧利威買臉生褲 因為它的選擇非常非常的多 只是它尺寸一定要注意 像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我也是買L 這一件我也是買L 因為他們家都做的特別的短 就你一定一定要看一下它的那個尺寸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直接買L就對了 那這一件對我來說L 胸的地方就有點稍微太大 就是雖然它有做這樣子的膠條的設計 就還蠻貼心的不會滑落 只是說是不至於到會跳下來啦 但是就是偶爾要往上拉一下這樣 但是長度對我來說呢是很剛好 那它是做這種有點雙層的雪紡的這種設計 其實它這個是就是比較粗一點的材質啦 就它們家的材質都是這種比較便宜的材質 然後它就是這邊啊還有兩個小口袋這樣子 就還蠻用心的 這裡就還做了口袋 那這件很有趣的是它裡面有點像一個馬甲 就你們看到了嗎 它這邊看到了嗎 這裡是有兩條比較硬的東西的 然後側邊呢這邊也有兩條 就有點像鋼圈的概念嘛 就是反正就是馬甲式的感覺就對了 所以可以讓你這邊比較挺一點 就我第一次穿這件的時候 我想到你知道就是那種以前英式的那種洋裝 它們裡面也是長這樣子 就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差 但可能就是讓你上半身稍微看起來比較挺一點啦 那最後就是我覺得它的褲襠的地方做得很順 你看它褲襠其實還蠻低的 所以一樣也是其實遠看是比較像裙子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件我覺得穿起來是很漂亮 我姐那時候超喜歡的 要不是因為它現在穿不下 這件一定已經不飽了 好的再來這件呢是大家最期待的 鮮度破表的連身褲 就是它 是不是有沒有自帶的音效的感覺 那這件為什麼鮮度這麼高 就是因為它的材質 因為你看它是這種透膚的血紡 它整隻手這邊都是這樣子半透的 然後呢最後有一個做一個 更鮮的小觀秀這樣 然後呢可是它很貼心的就是 它中間這個部分是有內裡的 所以中間這邊其實是不太會透 但是背後這個是沒有的 背後是稍微會透出來的 那褲子的地方呢也有做內裡 褲腳呢有一個非常可愛的 這樣子的小Ruffle的設計 那首先不用說這種領口 就是我最愛的連身褲領口 就是大V領 然後交叉 然後呢是有扣子的 而且它的扣子我覺得在還蠻剛好的地方 因為有很多扣子都太上面 然後大骨架穿起來就會很憋 也常常動一動你知道就爆開這樣 就真的不是奶大 就真的是肩膀寬 它的這個剪裁是最厲害的 就是不會太貼身 有一點空隙 可是空隙又不會多到讓你有韻味 然後同時又能修飾你的整個骨盆這個地方 那它其實整件穿起來都是這種感覺 就是慵懶得剛剛好 讓你整個人看起來很纖細 那唯一要比較注意的就是 因為它後面也是這樣有一個小籠空綁帶的 所以你的內衣的最後的扣環這邊 可能會稍微露出來 那這件呢我是買M 我覺得上半身是很剛好 只是說下半身我覺得可能稍微短了一點 因為像我蹲下來的時候就會 你知道掉妹妹有點卡褲當 所以可能L的整體的長度 對我來說會更好 所以這件我會建議 如果你165以上要記得拿L 那這件還有紅色 我一開始其實很糾結 就是到底要哪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通常白色的顏色會比較顯胖 可是我告訴你 這件的白色真的不會胖 所以可以安心下單白色 白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那我剛剛發現我還沒介紹我今天身上這一件 我身上這一件呢 跟剛剛那件應該算是我這次最喜歡的兩件 那這一件呢 是一個平口的長的連身褲 我會再給你們看照片 我就不站起來 因為你們太長了 鏡頭也塞不下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平口 然後呢有這種很細的肩帶的這種長的波點的連身褲 那其實一般我很少買這樣子的上半身 就是因為通常這種設計都會讓我這邊看起來更胖 更你知道綁肉重 我媽每次都講的 可是呢我覺得這一件 不知道為什麼 是它的肩帶做的夠邊邊 還是它的前面夠包的關係 我反而覺得這一件是我穿過 這樣子的上半身裡面最顯瘦的 就是我覺得比起初肩帶還要好看 或者是加上一個皂塞 這裡看起來那個鎖骨的線條非常漂亮 所以這件上半身我超級滿意 而且最棒的是呢 這件裡面居然有副胸墊 就是現在這兩邊是我同時有穿內衣 然後又有胸墊的 所以它整個上半身就非常的挺 就是不會壓胸這樣子 所以我第一次穿的時候我很驚豔 這件你等於是可以不用穿內衣直接穿的 它也不是那種隨隨便便的胸墊 是真的就是縫的在正確的位置上 不會亂跑的那一種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的剪裁極為修身 就是它也是這種高腰的 然後你看到了嗎 它的那個線是在這邊 在這邊 可是它不會因為這麼高下面就膨起來 它下面的線條非常的順 整個褲子啊就是這樣直直的下去 然後褲管的寬度也非常剛好 就是它既是寬褲 但是又不會寬到變成喇叭褲 讓你一定要配高跟鞋才會比例好看 不會 這件就算你配平底鞋 你比例還是非常的好看 胸部以下全部都是腿 真的 然後褲管的長度我覺得也還蠻剛好的 就是它並不是那種長到拖地板的 但也不是七八分 大概就是九分左右吧 我再看一下 那它為什麼這邊線條會這麼好看 你們看就是因為它這邊有沒有 有收進去有做打折 所以呢 這邊整體就會比較有腰線 可是呢 它又很舒服 你看我現在還有這麼多空間 就這件我穿起來我吃火鍋吃超多都沒有不舒服 而且你看即使它有口袋喔 它這邊也不會讓你覺得蓬蓬的 就是整個線條都做得很棒就對了 這個腰部的地方我真的是 完全無可挑剔 總之雖然這件是今天裡面單價最高的 大概八百多台幣吧 但是我覺得非常值得 就是它的剪裁跟布料 它布料其實也很舒服 是這種滑滑的然後也很挺 整體我覺得都很用心在做的一件連身褲 那這件呢我是穿M 一開始我在試穿的時候呢 我有覺得稍微 腰這邊比較鬆了一點 那個時候還想說 是不是S的話 整體會再更修身更好看 可是後來我發現就是 我需要M的肩帶的長度 因為我就是這邊比較寬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S的話 我這邊一定就會卡到 因為就連我像我剛剛坐下來都會 稍微偶爾會覺得這一條線有點不夠長 加上它也不是那種可以調節的 所以肩膀比較厚的話呢 我會建議M比較好 那後來我發現M的舒適度真的超高 就是我現在穿起來 真的像是覺得沒有穿一樣 所以我覺得衣服還是舒服舒服最重要 因為舒服你才會常穿 你看所以我今天才會選它 穿著拍片嘛 所以如果你要我挑一個 今天衣服裡面的就是必買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是這件連身褲 因為我真的真的很喜歡 好那再來下一件是一件衣服 但有一點難看出來它長什麼樣子 反正你們再看我到時候實穿的樣子好了 它就是這種標準前綁帶的這種非常歐美風的上衣 那我一直很想要這類型的衣服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歐美的那種blogger穿都超好看 就很辣這樣 然後我覺得又很適合希臘 所以我這次其實有挑兩件類似這樣的類型的 可是後來呢另外一件非常的失敗 這一件比較好一點 但這一件呢在我穿第一次的時候 然後這個線就斷掉了 所以呢 這個是我媽後來幫我縫上去的 所以這一件很顯然對我來說是 稍微有點太小了 就是它整個肩寬不太夠 然後呢綁的地方我也覺得 隨時就是快炸開的那種感覺 而且有一點快包不太住我的 蓋住內衣的地方 我看一下 我不太記得它是不是free size 這一件喔對 這一件我是穿L 所以我應該是要拿到L才對 那這件我覺得就是它其實跟 就是圖上面的樣子還蠻不像的 就是它給的這種歐美波羅克的圖 它們的材質都是那種 比較霧一點的感覺 就是那種軟軟的 可是它送來的是這種雪紡的布 所以相對來說當然質感就比較不好一點 但至少這一件 穿起來是有那種歐美的feu的 就是不會像有很多淘寶放那種片野照片 但來了其實根本就是一個花圃之類的 就是至少它穿起來 看起來是有點歐美的樣子 就是說我覺得舒適度啊 跟整體的剪裁就比較普通啦 就實穿性沒那麼高 好的最後一件衣服類的呢 就是這件洋裝 沒錯 又是點點 因為那時候我想說 既然有要去巴黎的話 我覺得紅點點就很適合 就是有這種巴黎風情嘛 那其實在淘寶上 有非常非常多紅點點的單品 我一開始其實是買一件 呃中長款的這種紅點點的 可是後來我覺得收到以後呢 雖然那件好評超級多 就什麼很顯身材啊什麼什麼 但是因為那件的袖子呢 超級膨很老氣 所以我就欸欸不行重買 所以我後來挑了這一件 就是這種比較適合我的 就是我覺得還是穿短的 比較符合我的風格啦 那這件它真的還蠻可愛的 就是你看它也是這種V0的 然後我很喜歡前面這個扣子是 也是有點點的 然後呢它的袖子是這種 呃邊邊有這個繫帶 你要稍微把它拉起來 它就會比較收進去的那種 那這件的袖子我覺得就OK 就不會那樣膨起來 然後整體也還蠻順的 那我自己是很喜歡它收腰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很喜歡這種 這樣進去的點材 然後呢又加上排扣的部分 所以這一件呢 顯瘦度也是很好 然後長度啊什麼也蠻剛好的 那這件我是買S 因為我個人是喜歡穿短一點的 那其實整個都還OK 就是都是舒服的 只是說上面這邊會稍微有一點卡一點 所以可能M會更好 那這一件的原賣家呢已經下架了 但是當時我有看到 這一件有非常多其他的同款 那我挑這個原賣家 好像是因為當時它是最便宜的一個吧 對這一件當時台幣才兩百多塊 就是我記得它是裡面就是 呃大家都說便宜 然後呢CP值又很高的 所以反正我會再貼同款給大家 只是是不是同一件 我不知道你們可以再自己斟酌 好 那最後呢就是這次的泳衣啦 如果你有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話 你一定都看過照片了 就是這一件 長這樣子 那其實這一次我在淘寶上挑泳衣挑 非常久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特殊一點的設計 而且我其實還蠻喜歡連身的 那我後來找到這一個賣家呢 它叫做羅卡意 就是它有非常多別於就是淘寶其他賣場的泳裝 只是呢它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 就是那時候我其實是訂這一件還有另外一件 那我最想穿的是另外一件 我到時候會再放圖給你們看是哪一件 那我那時候收到包裹 其實已經是出過前兩三天的事了 我就滿心期待的拆開想要來試穿 然後就發現欸 怎麼找不到我最想要的那一件 然後發現他們居然送錯了 送成這個 這一件其實我一開始也有看到覺得還不錯 但是我很早就把它篩選掉了 我那時候其實滿火大 我就覺得說這件跟另外一件差這麼多 怎麼會送錯 就立馬跟他們反應這樣 他們就說喔不好意思 你可以就是留著這一件 我們再把那件寄回來給你這樣 可是我那時候就已經剩兩三天就要走 我就問他說那有沒有可能兩三天寄到 他就一直說喔真的沒辦法 真的很不好意思這樣 所以因為這件事情 讓我對這間店有點小疙瘩這樣子 好反正回到這一件 那這一件的剪裁其實還蠻特別的 就是你看它是中間有一個像十字的上下都有兩個扣環 然後呢連接了這樣子的一條線 那其實這種中間啊很巨龍這種設計 是不適合大骨架的 我老實說就是我知道 可是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加上我覺得 我還蠻喜歡它這種圖騰的感覺 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我就想說一定要買買看 那我穿了以後呢 的確它的效果是真的還蠻好的 就是讓我還蠻訝異的 因為其實它這個側邊啊 是完全沒有鋼圈在下面 就它裡面只是有一個下面比較厚的一個胸墊 可是呢它卻可以就是 算是讓你的胸型看起來蠻挺的 而且再加上它中間這幾條線的關係啊 所以它把你整個胸前這邊都拉得更集中了 那但是問題就是 當你所有東西都往中間集中以後呢 你邊邊就沒有人顧了 所以這一件呢 穿起來婦孺極為猖狂 就是它其實完全旁邊是包不到的 你看它這邊是空的嘛 所以呢也有可能比較容易走光一點 那我自己是在買家秀看到有一個人 他是把中間的這個十字給剪掉 就是這樣它會稍微比較往邊邊一點 那可是那樣相對來說你的集中性當然就不會那麼好 所以就看你是想要追求什麼啦 那另外一點就是因為它是這種比較圖騰的關係 然後加上泳衣一定是緊身貼身的嘛 所以骨盆一定是無所遁形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可能穿個罩衫啊 或什麼搭配會更好看 那這件呢我是買L 我覺得還蠻適合我的身型的 所以整體來說 我還是蠻喜歡這件泳衣的 就是說 雖然它可能邊邊的包覆性不太好啊 腹乳包不住啊等等 可是不管是它的效果啊 或者是它的設計等等 我覺得都很特別 穿起來很漂亮 所以我還是蠻推薦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這次在旅行的時候 穿的所有的淘寶的衣服 那關於我的身型的資訊呢 還有單品的連結都會在資訊欄 大家記得點開 那如果喜歡我分享這一類的淘寶的服裝的話呢 也不要忘記幫這影片按個讚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開啟小鈴鐺才可以準時看到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